哦 中国男男啊 看你们打球现在真是一种痛苦啊 昨天中国男男又说不得了给将近二分嘛 来就别人员柯凡赛 或者说了一句话 他说今天这个球啊 让我连哭的欲望都没有了 欲哭无泪了 爱慕大于心死了嘛 我也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 当然看的过程当中就是痛苦嘛 各种痛苦 最大的痛苦就是王泽磊 打得真是什么玩意儿 两发不中也就算了嘛 空篮上飞 最关键的还没开二度 空篮还投资了三不瞻 你们看到了没有 周期打那个南苏 带那个罚球投资一个三不瞻 我都已经觉得很离谱了 没想到昨天还要更离谱的 空篮直接给你来个三不瞻 所以说中国篮球 昨天就是用自己的这个实际行动 诠释了什么叫做没有最差 只有更差嘛 有望要说呢 难道我们每四年都得 在这个世界被看一次南篮 经历一次 忍受一次这么一个痛苦的煎熬吗 我当然就在想 你想什么呢 南篮要这么搞下去的话 以后亚洲都冲不出去了 还怎么打世界被打世界被 这个自个估计都没有了 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的 完全有可能的 你像现在这个中国队啊 就是说是能打得过 这个杜彬雄泰 何臣勇辉 富翁起身领行的这个日本队吗 我承议 反正我现在是承议的 而且日本队现在还没有上 在活人队打球的那个强力风险 八寸脸呢 八寸一来的话 根本没法弄的嘛 那说到外援的话 我估计有人又要说了 那我们也得有个得分一强的 这个外援就好了 尤其现在中国队 真要规划的话 得规划像库里 杜兰特这样的嘛 善于高难度投射的嘛 光光在外 先投了就完事了嘛 每次我听到这种声音啊 我都能被气乐 大哥你想啥呢 你另外四个人的眼下 是这么个样子的话 你让库里来 那有啥用啊 对方全员是死人吗 我就全场夹几尼库里了 两个不行 我有的是哪怕三个人 夹几尼库里又如何呢 反正到时候你库里啪 全球给王哲林 王哲林咔一个上篮上空篮 是吧 三不斩吗 被人打二加一吗 咔两发不中 还是被人打二加一吗 我怕你个啥呢 对不对 而且被你们中国队 这个球员一防守的话 是吧 我这个一个一个都能够 打得跟NBA全明星一样 射手都能够投得 跟克莱汤姆森一样的 说说你这中国男男 我怕你个啥呢 还来库里杜兰特 根本不怕你的 没用啊 说到王哲林 咱也不是说是因为 昨天那几个球就大肆的去 这个奚落他批评他 他整个世界没表现 你看看有没有拉眼睛啊 小组赛场均3.7分四篮板 一个中锋投篮命中率40% 更逆天的是 罚球命中率37.5% 当然更更逆天的 我说的事情 你更加要吐血的 王哲林说CBA的MVP 也就是说王哲林 咔咔两个月之后 回到CBA的话 依然生龙活虎 依然干了大部分对手呢 片价不留嘛 一想到这个你 脱不脱晕 血压上不上来 因为这个事情 你测密说明 两个很现实的问题啊 第一个 我们现在的这个CBA 实在太差了 周琪王哲林 这样的这个球员 都在CBA称大王的话 你说这个联名的水平 能好到哪里去呢 为什么我们这个联赛 会搞成这个样子 斯科拉当年很不客气地 指出过其中一个 很现实的原因的 他说中国球员拿钱太容易了 因为很多CBA 这个球员在他干来 训练强度 是完全不够的嘛 太简单了 糊弄是了 但没事啊 他就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待着 这样的人多了 风气多了 球员的这个依赖感自然就会强 反正我们球队有外援 就为了外援打就得了 但越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本土就越不容易 有那种有实力 有领袖力的这个球员冒出来 以前有刘一栋 姚明 王志志这样的大哥 可以在国家里正常的 现在你看看这是中国队啊 有领袖吗 领袖是谁啊 昨天记者就把这个问题 抛给胡明轩了 说南南目前的这个领袖 你认为是谁啊 胡明轩他很狡猾 彭哥 齐哥 王哥 还有纪委 都是有经验的球员 还在那里打太极呢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 他也只能打太极 因为这次中国来的 根本就是群龙无首嘛 是不是 你告诉我怎么办 接下来怎么办 那你说继续换帅 换汤不换药吧 球员根本实力问题 基本都没上去 一点用都没有的 哪怕侥幸在这个亚洲范围内 赢几个球呢 你到世界赛场 又像今天这样 被人打的底部都没有了 场均尽数分26分以上 但是你说国家就减散了吧 别搞了吧 就从今天开始抓娃娃的这个基本功嘛 第一个不现实 第二个 基本功至少都培养个十几年 二年才能够起成效嘛 但是你不培养的话 中国篮球就是上不去的啊 所以说中国篮球最后就成一个死循环了嘛 死循环一来 熟悉的味道也就来了 中国篮球 兜兜转转 发展了半天 终究还是发展成了 中国南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ake care to 感谢观看